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在美国得到批准分发工作已经展开 全美国各地的第一批站点最早将会在星期一上午收到疫苗 对于是否接种这款疫苗 美国民众有不同的看法 美军古斯塔夫佩纳将军星期六表示 第一批美国新冠疫苗将会在来近的星期一 14号上午抵达全美国各地的145个站点 由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BioNTech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在11号晚间得到批准 美国政府曲出行动项目的首席 营运官佩纳将军称 疫苗的邮寄工资将会在13号启动